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所有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产车的企业不断兴起 发展前景十分的美好 但为什么国产汽车配置高 价格却始终上不去呢 面对这一问题 和努老司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首先国产车面对一大限敌就是进口车 面对奔驰宝马这些高配置 高这样的进口车 它们不仅拥有汽车制造的核心科技 还拥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 品牌的力量就在这里凸显得出来 所以在购买者消费能力允许的情况下 自然会选择这类的车型来彰显他们的身份 其次还有本田 丰田 这种终端车型 他们因为高性价比在国内拥有良好的口碑 所以也是很多小康家庭的首选 其次因为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毕竟不长 国内车型的一些零部件 至今仍然需要进口 所以很多消费者对国产车有种不安全感 因此盲目跟风选择了进口车 面对同配置的车型 国产车为了和进口车竞争 只有在价格上首选让步 才能获得青睐 最后消费者对新兴汽车企业技术度不高 近年越来越多的新兴车企不断崛起 他们的车辆在外观设计和内部配置上 都比不上现在的老牌车企 在面对汽车这种大的物件时 消费者更容易选择 有品牌影响力的老牌车型的车辆 基于这些原因 国产企业技术配置很高 区域依然卖不出高价